我妈还以为妈咪被欺负被那个坏叔叔抓走了 二哥三哥说要去把坏叔叔的狗窝给炸了 他嘴里的坏叔叔正是战绩庭 狗窝正指的是价值百亿的现代皇宫 战家 地博弯 好了 妈妈没事的 她不知道的是 这并不是玩笑话 苏紫琛 虽是看似普通的小书包里 却放满了小型的微型炸弹 刚刚 三个小奶包是真打算去炸了战家 而非玩笑话 苏云深见着面前三个奶生奶气的小萌宝 心都要融化了 妈咪 这不会是你新找的爹地吧 一看就不是好人 小清歌则是指着他同意 妈咪 这男人真的不行 妈咪 虽然你当了五年 但也不至于鸡不择食吧 二宝苏紫木已开口 便是毒舌道的极致 他是你们的舅舅 不是爸爸 舅舅 怎么样 是不是感觉有一个这么帅的舅舅 投胎没投错 好了 二审 现在已经很晚了 带孩子们回去休息吧 刚到家门口的时候 苏念就拿出了早早准备好的面具 扣在了苏紫木脸上 鬼魅儿又神秘 虽然只能遮住半张脸 但是也足矣 妈咪 为什么只单独给我戴面具 苏紫木查局到苏紫琛和苏清歌 没有戴面具 敏感地询问 因为咱们家二宝长得最帅 妈妈是为了保护你啊 苏柔柔见过詹安辰 如果她见着二宝和詹安辰找的一样 只不定该弄出什么幺蛾子 所以她不得已只能这么做 二宝 你答应妈妈 只要在这个家 无论如何都不要摘下这个面具 好吗 知道了 但心里却是暗暗失落 她越是和苏紫琛 苏清歌待遇不同 她就越是疑心重 难道 她真的不是妈咪亲生的 第二天一早 叮咚 战绩庭发来的短信 八点半到战士集团 苏念深呼吸一口气 还好 赶上了 战绩庭注意到 苏念在詹安辰出现后 视线一直没有离开 走上前 凑紧苏念的耳边 如果你想和安辰待在一起的话 那你就答应我一个要求 你想搞什么鬼 你答应妈 苏念咬牙 这个可以和大宝接触的机会 她确实是不想放弃 我答应你 什么要求 之后告诉你 从今天起 你就是小副总的秘书 负责照顾小副总 其他工作上的事情 估计你也不会 总裁办公室 战绩 刚刚苏念好像是光脚跑着过来的 她还记得苏念刚刚 那从容淡定 优雅穿鞋的样子 可没几个女人能做到 狼狈之后 还能如此优雅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支 包装崭新的药膏 扔到张峰手里 这支药膏过期了 替我扔到安城办公室 这支药膏过期了 替我扔到安城办公室 啊 震言 这药膏还是新的呀 明年才过期呢 而且 要扔就扔垃圾桶啊 为什么要扔去小少爷办公室 我说过期了就过期了 是 战爷 我这就去 战爷不会是在关心苏念吧 张峰不知道的是 战绩庭已经可以确定 萧紫生和苏念五年来 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然 萧紫生的债务 怎么可能会一直没有偿还呢 战绩庭透着玻璃窗 摇摇开向天边 五年了 他很想苏念 很想很想 随时的副总办公室 给我接杯咖啡 啪哒 一杯牛奶 放在了桌上 我说的是咖啡 不是牛奶 那可不行 小孩子喝咖啡不好 得多喝牛奶才对身体好 你是秘书 听我的 战安城不约的教训 这个女人实在是胆大包天 苏念成为她的秘书是她的主意 为的就是提防着苏柔柔 她不喜欢那个言行勃勃的女人 那我去给你借杯温水 张安城本想发怒 在看到女人穿着高跟鞋 一瘸一拐的时候 这才想起了刚刚看到的画面 苏念的脚 受伤了 等到苏念接了水回来 张安城 已经冷冷地坐在了沙发上 一旁还摆着眼霜 一次性的拖鞋 坐下 换上 安城 你是在关心我吗 你想多了 我只是不喜欢别人比我高 这个解释略为有些牵强 这个公司的任何人都比他高好不好 小少爷 这是战爷托我扔过来的过期药膏 这过期药膏 不会是给我用的吧 就是给你的 张安城一眼便是看出 药膏绝非国气 便是放心了 去买一双鞋底较软的 三十六码平地鞋 苏念眨眨眼 三十六码 那不是他的尺寸吗 这父子俩是怎么了 不会是被苏念吓鼓了吧 安城 谢谢你 我不是为了你 高跟鞋双银炒 以后 别穿了 爹地给的药膏 赶紧操 苏念一脸不心不愿地 擦着手里的过期药膏 果然 男人靠得住 我都会上树 竟然拿过期药膏来给我擦 战继婷 哎 傻男 随时正在总裁办公室的战继婷 被咒骂得连打两个喷嚏 战家 地搏弯 战爷 昨天我想了一个晚上 安城的人生不应该是这样的 不应该围绕着公司事业团团转 他虽然在经商方面十分有天赋 但是 他只是一个孩子 我希望他能有多余的休息时间 苏念 你以为我们战爷就不想让小少爷休息 小少爷只对事业有关的是感兴趣 一门心思全铺上面 拦都拦不住 别看我们小少爷在商业界是精英 但其实就是一个生活文盲 除了工作 其他什么都不懂不会 唯一的暗号就是吃甜品 其他的事 我们说破嘴皮 小少爷都不去 也不感兴趣 我和战爷都没有办法 我会让安城休息 并且学习工作之外的事情 如果他愿意的话 你要把时间给他 好 他一口硬下 都听你的这句话 他还是没能说得出口 比起五年前 他变得越来越特殊 吸引人了 他到底 还爱自己吗 战继婷摇摇看着天空 就算认清了自己的心又如何 之前做错的事情太多了 那些曾经对他的伤害 如今回溯到自己的身上 只让他觉得 心都快疼炸了 他想把苏念抱进怀里 好好宠着 但如今太迟了 任何来自他的好 对苏念来说 都是洪水蒙兽 他比之不及 内心的高傲 维持着他高高在上的形象 他用冷酷来掩饰爱意 也许这样 还能和他多点接触 无人将你多么的信心 所以别对口周中有六重 情任若要走一千亿个可能 就算不知怎么去追尋 他过来没有